好,立刻來關注一下TikTok現在在美國 因為他們就是已經用這種壓倒性的票數說 TikTok要嘛就不要在這邊營運 不然就是把它給賣掉 周壽之身為TikTok這邊的營運長 他也特別發了一篇TikTok的短影音來做反擊 我們來聽一聽 TikTok已經發動反擊了 因為在美國這邊有1.7億的註冊用戶 他也是希望所有的註冊用戶站出來 然後來發聲 保障你們的憲法權利 讓人民聽到你們的聲音 所以很多的TikTok的這些TikTokers 他們都開始紛紛拍短影音 在斥責這樣子的一個法案的通過 過去數年他們說進行了很多投資 都是在確保用戶的資料安全 還有確保平台免受外部的操控 那如果TikTok被美國禁的話 將會使得創作者以及小型的企業 損失數十億的美元 將會影響超過30萬個美國的工作崗位 那中國大陸也是表達了不滿 他們說這是一個強盜邏輯 難道美國看到好東西就要據為己有嗎 他說所謂的國家安全 這個理由用來打任意 打壓別人的這些優秀企業 那就毫無公平正義可言 看到別人的好東西 就想方設法要據為己有 這完全是一個強盜的邏輯 那中國大陸的商務部也說 中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等於說來替TikTok來捍衛 他們的經營權 以及在那邊合法的這樣的一個 營運的狀況 那說要堅決的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那我看到中國大陸的官方 外交部也以6000字大篇幅講說 美國的言論自由是名不服食的 美國即使不遺餘力的 將這個散播假新聞的帽子 扣到他國身上 其實都無法改變 世界上越來越多人 識破美國用謊言編織的皇帝新衣 那其實這個中國大陸也算是大動作 在反擊這一次 美國實在是有點說不過去吧 怎麼可以說 人家這個企業在這邊經營 你就給他扣上一個罪名 然後開始就說 不然你就要賣給我 賣給你難道就變成 沒有這件事了嗎 大家還是照樣做短影音 還是說賣給你之後 你就可以合法來控制這些 短影音上面的言論了呢 所以這是有貓膩的嘛 就是賣給你到底有什麼樣的改變 就是你好控制而已嘛 那再來我們看到美國的網友是很憤怒的 跑到國會外頭 年輕人們還有一些TikTok 靠著這個TikTok帶貨或直播微生的人 他們就去外頭舉牌子 我們來看看畫面 那年輕人就反對這個TikTok的禁令 就說國會會有更大的問題 應該要解決呀 因為你們這些政治人物啊 光是工資問題 自己都很難達成一致 想不到你們在禁止TikTok的問題上面 這麼的賣力 他們就很諷刺了 就是說你們政治人物該做的事情不做 反而來進TikTok 一窩蜂的不論黨派全面的要來進TikTok 是讓他們覺得看不過去的 所以越來越多的這些TikTok 從這個實體到網路 開始全面性的來跟美國政府的這個決定來做對了 甚至他們還討論起來就說 如果他們不能用TikTok的話 就是這個所謂的這個抖音 其實是TikTok 美國人需要TikTok 所以他們現在開始在討論 如果眾議院通過了玻璃法案之後 他們要怎麼樣在法律規範之下 利用VPN的方式繼續來使用TikTok 就是開始討論翻牆 大家來分享說怎麼用翻牆的方式繼續用下去 那你看看這矛盾的在這邊 我們今天特別去看了一下 拜登的這個TikTok的帳號 他也是個TikTok 他昨天才更新了三篇新的短影音 然後其中還不乏要再罵一罵川普 一邊罵一邊進 這就是美國人的這個標準 厲害了吧 他可以用你不准用 那另外看一下 這個美國的前財長努欽 他竟然跳出來 他說他有意要來收購 現在組建財團準備要來收購TikTok 那他說這個應該要歸美國企業所有 哇 這改成了這樣子的方式 TikTok就可以在美國繼續下去了 然後董事長變成母親 這很奇怪 那美國還有富豪講說 我們都知道 這個中國政府可以透過TikTok 來掌握到這個大家的秘密 所以現在必須要轉為美國公司 那如果既然有這樣的機制 是不是代表 美國政府如果或美國企業掌握到TikTok 那美國也可以掌握大家的秘密嘛 如果你們的邏輯是這樣子 換成哪一國來擁有 不都是如此嗎 那所以人家難怪會形容說 這叫做財狼馬上就已經來了 那加拿大現在也跟著走 就說現在可能也要跟進美國的予以封殺 連我們的行政院其實也都在那邊唱喝這件事情 就說我們搞不好也要進TikTok 那反正現在看起來 川普是不贊成的 川普是站在TikTok這一邊 哪怕他曾經反對 但是他現在轉變了 那結果這個時間點 他又收獲了一批年輕人的支持 拜登看不下去了嗎 現在竟然路透社跳出來講說 川普曾經授權CIA對中國大陸認知作戰 就這麼巧在這樣的一個時間點裡面 開始在講說 消息人士指出 那這個行動就是要能夠獲得一些 等於是目標是要散播對於習近平政府不利的消息 要行動指在中共領導高層煽動其對北京的疑心 迫使中國政府追查外力的入侵啊 他說我們當時就是想要他們這樣子來這個難以追捕這些幽靈 這個翻譯好奇怪這什麼意思啊 反正就是有這件事情啊 那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川普才剛停完TikTok 是不是馬上就被爆料 好我們來問一下亮哥 這個TikTok美國大概指控他比如說他會回傳資料回中國大陸吧 那或者是會貼出一些讓他們不喜歡的內容 事實上這一次包括那個北美猶太人聯合會 他是出具信函寄給所有的國會議員 因為TikTok呈現了太多支持巴勒斯坦的言論 那如果就這點來講 那X那個Twitter也是一樣啊 馬斯克也沒有去禁挺巴勒斯坦的言論啊 那如果說有泄密 史洛登事件大家記得吧 真正有在跟美國政府勾結提供資料 事實上就是Youtube啊FB啊 史洛登公布的林靜門大家忘記了嗎 那反而是TikTok美國政府到現在還不能夠證明他做這件事 所以你提不出證據 然後就要立一個法把人家禁掉 這個當然國會有這個權利啦 因為你只是做一個政治表態嘛 可是TikTok一定會提出司法官司啦 因為你這個就是沒有證據的情況下 你要限制人家的言論自由 限制人家的企業自由 這個我很難想像美國國會會勝訴啦 或美國政府會勝訴啦 因為事實上美國有一個州曾經禁用TikTok 就是Montana 那結果他根本沒有辦法去落實啊 因為法院就立刻說你不可以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這個後續還要看啦 就是因為他是165天要求TikTok要剝離那個字節跳動 要剝離跟他的股權關係嘛 那要轉為純美國人的公司嘛 可是就這點來講中國政府是禁止的 因為中國政府有列出一些禁止出售的公司名單 那字節跳動就是其中一家 所以這個TikTok是沒有辦法出售的啦 這個Montana 這個Montana 連一點功課都不做 就在那邊拉投資人在那邊胡說八道 TikTok是不能賣的啦 因為有一些關鍵技術那時候中國大陸就 中國大陸就不准賣嘛 這個技術是不能外流的 他當過財政部長連這個都不知道 你就知道美國現在官員有白癡到什麼程度啦 那不能賣的情況所以你頂多就是讓他下架嘛 下架之後 坦白講有很多灰色地帶啦 那就是說 這個我覺得還要看那個官司要怎麼走啦 而且大家不要忘記了那個字節跳動的外資啊 佔百分之六十啊 三個主要的大投資者都是美國的資本 一個叫凱雷 凱雷集團啊 還有西太平洋資金 這都是很大的美資投資銀行啊 事實上美國的資金本來就在TikTok裡面啦 所以我覺得這些國會議員根本都不做功課啦 就是基本上就是做一個反中的表態這樣而已啦 嗯 好來溫介老師 你知道在美國紐約時報做了一個統計啊 他說大概有百分之十五的美國十九歲到二十九歲的年輕人 他們的新聞的來源 他們也不看報也不看電視新聞的來源你知道從哪裡來 就是看TikTok 就是從TikTok來 百分之十五耶 這數目相當的大 嗯 對 當然啦現在他統計大概百分之三十四的二十九到二十九歲的年輕人 基本上他們的新聞來源都是從什麼社群網站出來的 所以呢 這社群網站三十四裡面是從社群網站 可是整個加起來有百分之十五的美國十九到二十九歲年輕人的新聞來源 是TikTok 這對美國來講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他沒有辦法管制TikTok的新聞 他這個新聞事實上 新聞說客觀完整公正報導 那個是一個怎麼樣 那個是一個理想 大部分都是怎麼樣 不客觀不完整 不公正 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他們這一群TikTok的在上面做節目的這些人在白宮面前 在白宮前面這個 這個示威抗議 我就很注意看 你知道他遠照是一群人 你待會再放他鏡照只照了兩個人 一個是印度裔的 一個什麼 一個是亞裔的 為什麼要這樣照呢 你看他一直照他 這個是不是美國人 不是印度裔的 然後印度裔旁邊他在照一個亞裔的 特寫鏡頭的時候 為什麼 他就說這些在TikTok上賺錢都是這些人 你看 這就是他們在傳播一個訊息 沒有錯有一群人在 可是你最後看到不是長得像印度人 就是長得像亞洲人的 所以你看這個就是美國在控制媒體 媒體本身在控制這個訊息給人家的印象的一個方法 TikTok他沒有辦法控制 所以美國這個國家就跟 不是我講的 是川普總統講的 都是假新聞 美國總統每次一講說你哪個媒體 假新聞 你哪個媒體 假新聞 對都是假新聞 美國人自己講的 對 那TikTok是怎麼樣 它新聞來源是怎麼樣 是全世界各個TikTok用戶它自己放上去的 所以你就很難 而且它很全 今天新聞不是只有美國的新聞單位在控制 全世界都怎麼樣都有新聞 所以這個美國辦法美國任務沒有辦法控制 這是很重要美國要 TikTok 禁掉TikTok的原因 好 再問來老師 美國的TikTok五位董事 三位是美國人 那CEO是新加坡人 它的整個數據是放在甲骨文 所以它基本上來講說由北京來操控 這個站不住腳 那如果說加沙的戰火 然後在報導裡面完全偏向於巴勒斯坦 對於以色列不利 但是它只是因為它這個平台 它沒有去管制 沒有去介入 那這個就證明它的平台是自由的 開放的 相對來講 我們看到像這個Meta 像臉書 然後像這個YT等等的 他們反而被管制了 限留了 也就是有關於 不利於以色列人的新聞就被限留 那也就是說誰是新聞自由 誰不是新聞自由 美國的民眾就看得很清楚了 換言之也就是說 美國的TikTok 它反而更標榜的就是一個新聞自由 不介入的 它只是提供給平台 而其他的兩個大的 他們卻是因為支持以色列而做管制 那這樣的一種態度基本上來講 當然他們就會更失去美國人對他們的信任 可是紐約時報的立場 從原本的中立篇 禁調的態度又轉向 這個不應該禁調的立場 原因在哪裡 一個最新的數據出來 最新的數據就是 70%的美國人認為不應該禁 那這個變成一個主流民意了 之前他們感覺到說好像沒那麼多 現在最新的民調是 70%的人認為不應該禁 因為他們認為禁了解決不了問題 而且他們更擔心的是 禁了以後不是讓臉書Meta 以及Google 他們掌握更多美國人的數據 而沒有第三方來做平衡 美國人反而更害怕 更恐懼 所以在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他們發現 整個美國人又轉變了 然後也發現 這個使用量這麼的大 也就是33%的美國人 都在使用這個T-TOK 而且是常態性的使用 這樣的情形 他們就很明顯的確定了一件事 就是他們的國會議員 跟人民的意志已經相背禮了 這已經不 已經是完全違反民主了 我們所謂的民主就是以人民 人民當家作主 以多數人的意見為意見 而現在多數人的意見 就是70%的人的意見 是說不應該禁 而這些國會議員 却藐視70%人的意見 卻要禁 這個時候反而引起了 這個紐約時報的緊張 也就是說 原來這群國會議員 可以完全藐視民意 可以違非作歹到這個程度 他哪一天搞不好就關掉你 新聞媒體 紐約時報 把你關掉的可能性都存在 誰曉得 也就是說這些國會議員 已經膽大包天到這個地步 已經完全違反民主到這個地步 這個很像台灣的某個政黨 看到台灣都可以關中天了 他們也要效仿一下 對 沒錯 然後60%的人反對 他也可以當總統 這也厲害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光 這有麻煩 好 剛剛講完了TikTok 這個美國想要站為己有 但會不會比亞迪也同樣是這個美國恨得牙癢癢 但是又覺得這個技術很想擁有的呢 現在看到這個雷蒙多獎喔 到底有沒有可能中國大陸的電動車開在美國的路上呢 他說是有可能的啦 但是前提是我們要有非常主要的控制權 那什麼意思啊 又想要把BRD給搶過去啊 他說能夠充分掌握這些車輛的軟體還有感測器的各種情況 也就是說我美國可以控制你啦 但是你們不要這個不在我的控制範圍內 你們就是有罪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那連這個葉倫喔 他都講了一番話 他說美國是否會對中國大陸的電動車加徵關稅呢 他說我們一定會將這個採取行動 來確保國內電動車製造商的成功 來降低對於大陸的依賴 那確保在哪裡 我們前一陣子才聽到 那蘋果都不完了 你的確保會不會有點太晚了唷 那人家都已經努力十年 你美國政府咧 沒有做什麼嘛 人家庫克都放棄了 那再來 是不是就是有一種混合戰的感覺 前面是這樣官方出來喊喊話 就說我要嘛限制你啊 我要嘛是要對你控制喔 那還有呢 就是媒體也加入這場混合戰了嗎 因為我們看到啊 就金融時報的報導 他說隨著消費者選擇電動車 這個燃油車銷售停滯 但是中國大陸將會出現 數百家的殭屍汽車工業 也就是唱衰別人就等於自己贏了 一種概念嗎 難怪謝鋒要講啊 他說把電動車看作 帶輪子的智慧型手機 起重機看成了特洛伊幕嘛 去風險搞成去中國 這樣其實呢 就是把這個中美的這個經濟 本來就是連金帶骨的 你要強行脫鉤的話 一定會傷金動骨 那緊接著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日韓的車市 也的確是被比亞迪給撼動 2023日本風雲電動車大賞出爐 最大贏家比亞迪啊 這個看起來這個已經在日本的市場很少啊 拿下了冠軍跟季軍的這樣子的 等於說寶座 那日經也講到說 現在日產跟本田也有感受到這股壓力 他們就說我們乾脆聯手起來 一起來降低成本 看到比亞迪這樣子的成長 所以他們就說 比亞迪有佔有生產電池的優勢 那又佔了很 這個電池 就是這個電動車最主要的成本啊 所以他們現在打算要來聯手 因為畢竟看到中國大陸 在他們的市場呢 這個銷售量一直在提升 他們要一起來開發電動車反制 那再來韓國同樣也是 韓國的媒體就有講到說 這個可能第三季 今年第三季就會看到比亞迪 進軍南韓 直接威脅的就是現代汽車 而且韓國的媒體中央日報講 恐怕韓國廠商是無力招架的 那連現在這個現代汽車跟Kia 他們在韓國 其實他們很積極在做這個電動車 但是一直傳出來一些問題 比方說他們這個低壓充電軟體不良 所以這個車子臨時會停車 然後電衝不進去 感覺上面這是烏漏偏逢連夜雨 眼看著比亞迪就要來 但他們自己卻是狀況連連 再來還有一個人同樣也感受到 比亞迪帶來的壓力 就是這個特斯拉 那我們看看這個比亞迪的滾裝船 首航德國已經引爆了 這個德國的焦慮 他們說中國大陸的商品 勢必會席捲歐洲 那德國的世界報講了 現在電動車只是工業產品浪潮中的一朵浪花 未來就會看到整個是變成浪潮 這樣子從中國大陸席捲過來德國 然後淹沒整個歐洲 但是呢其實比亞迪看好比亞迪 要說到一個人就是這個查理蒙格 他就是巴菲特的老友 那他就提到說比亞迪是他人生中最棒的一個投資 我們來聽聽看 比亞迪是大陸放電車 我非常感激 它們是很感激的 dis快樂 那個老兄女王 是一個很有名的 是一個研究的 пот利用的 我們買了飾嘉迪 貴金索貴的 好 当初就是他说服了巴菲特说 我们要来买比亚迪 所以看看巴菲特讲法 他说比亚迪是这个盟格 忽悠我买的 投资比亚迪不是我的决定 是有一天盟格打电话给我 说我们必须要投资比亚迪 然后他不以为意挂了电话之后 后来呢 盟格又紧追不省 又再打了第二通电话 就说我跟你说 他比爱迪生更厉害 王传福是爱迪生加比尔盖茨的整合体 结合体 所以坚持要投资比亚迪 那后来他们这一笔投资 这个股价翻了二三十倍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投资 也难怪刚刚盟格会讲说 这是他人生当中非常美妙的一个投资 那反观这个现在特斯拉的市值 蒸发了千亿美元 他现在也赶紧马斯克带着儿子 一起去到德国厂去视察 然后也受到这个员工们巨星式的欢迎 那他也很开心啊 就说啊 德国争棒 柏林争棒 那感觉上面这个动作就是有点呼应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比亚迪的滚装船已经去到了德国 所以是不是他要赶快去欧洲应战 所以就是赶快去到了这个德国厂这边来进行一些视察 因为现在很多不利于特斯拉的消息 比方说他的贬值速度 说比这个马萨拉蒂还来得快 二手车的价格会暴跌三成 那这个的确很多人现在开始有一点不太喜欢买特斯拉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折价率太高了 那货不单行的是 昨天那个SpaceX的星舰第三度试射 结果升空之后看起来很好 然后马斯克都很得意 已经在X上面说 这个很成功啊 然后这个超过预期的速度恭喜团队 结果没想到回程的时候 还发生了这个爆炸的状况 所以感觉上面有点诸事不顺 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这个电动车的混合战 这个电动车 即使美国现在有很多利空的消息啊 比如说川普如果当选 他搞不好根本就不要电动车啊 可是基本上节能减碳 气候变迁这个idea 欧洲已经接受了 而且欧洲已经有很多国家 即将列入他的时间表 比如说2025年挪威 挪威新出车就没有传统车了 挪威是全世界第一个国家 那接下来你还会陆续看到 其他北欧国家会先加进来 比如瑞典丹麦等等 那德国可能会延后 可是他也不敢说 他就不要电动车了 现在敢放出不要电动车的 大概只有美国了 那主要的原因是 美国对电动车本来就不热衷 他国内事实上有很强大的几个州 根本就是反对电动车的 尤其是共和党 所以可是美国还是出现了特斯拉 那我觉得美国人为什么很有挫折感 我觉得中国大陆最近两个 因为我们要讲那个终端产品 终端产品美国人才有感 比如说NVIDIA NVIDIA只是做那个 我们说GPU晶片 那并不是一个最后的product 因为最后product它有品牌 美国最感到骄傲的就是苹果跟特斯拉 就这两个现在是有点节节败退了 比如说 苹果就是面对华为手机的重新崛起 那今年第一季事实上在中国大陆销售就非常差了 那市占率现在已经破20 还会再往下修 我认为会下修到15左右 那华为可能就会又再度超过它 那这个对Romando来讲就是一个 他又意外成为华为的代言人 他是已经够恨了 那现在又来了一个比亚迪 他又要代言比亚迪 又把美国的特斯拉 这个也是最后品牌 就美国现在真的是全世界拿出来的最后产品的品牌 然后称霸全球的 而且是民生用品的 我真的觉得是越来越少 所以它就会有那种很大的挫折感 好 来问一下赖老师 美国对于电动车的举期不定的这个政策 对于美国电动车的发展 真的是一个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 我觉得美国应该要趁早定案 因为这是一个你无法阻挡的一个世界的大趋势 大家都朝这个方向走了 这个主要是气候暖化节能减碳 还有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 它确实造价 现在已经拉到这么便宜了 而当它开始使用的时候 你用电的充电 它跑的比你用汽油的燃料还更便宜的情形下的话 那你想每个消费者来说的话 他会越来越使用这个电动车 而不会再使用这个汽车燃料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趋势 除非你一直维持这个油量 油价很低 可是问题是不是产油果的话 它没有办法做到 那它当然会想办法用电的一个方式来供应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美国人不赶快定 我觉得他们对自己不利 第二个他们透过重商打压 毁谤中国大陆的汽车制造业 尤其是电动车的汽车制造业 没有办法阻碍中国大陆的发展 因为你透过打压的方法 大陆有太多的地方可以销售了 所以你看连日本 日本人你说要他用外国车 这不容易的事情 可是日本的市场都被比亚迪都现在开始攻占 而且比亚迪的气图性更强大 他要再把日本这个市场要把它打下来 那当然就被迫 不管日本也好韩国也好 他们的汽车的工业都要出来应战 可是问题就在于 事实上本来这些国家汽车已经掌控太多年了 那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占有的比例越来越大 未来中国大陆成为一个主流的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本来就是风水轮流转 现在就转到中国大陆的时代了 那就大家就接受就好了 也没有必要说在那边哀嚎 因为过去我们台湾你看 现在台湾满街跑的国产车有几辆 都是进口车 对不对 那哀嚎也过了嘛 对不对 现在也是 未来也都是大陆车的一个时代 这个阻止不了 可是我觉得对欧洲人来讲 对日本 韩国 美国 他们最忧虑的不只是电动车的问题 是因为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的品牌 会带动它的所有的家电电器等等的用品 因为它都是相关的 包括冷气音响 还有电脑设备各种东西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所有的跟基建化的生产 都会如山到海的 排山到海的 这样涌向全世界 这个是挡不住的 好 陈教杰老师 对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跟它其他的这种不有 还有燃油车 现在一个现象就是说 一般人认为它都是用价格在取胜 其实现在不见得是如此 中国大陆几乎几个大车厂都是车海战术 车海战术就是说第一个车型很多 然后你比如说像比亚迪 它有什么王朝系列 秦 汉 唐 宋 元都有 然后还有海洋系列 海豚 海豹 海豹 海丝 海什么 哇 这个车型一大堆 然后它还有最高端的车子 比亚迪最近出了两款高端的车 仰望U8 一辆车你知道卖多少钱 106万人民币 这还不是天花板 天花板最近出了一个仰望U9 你知道卖多少钱 168万人民币 折合台币736万 是什么 超跑 全电超跑 所以大陆这个车基本上 它现在给西方国家 日本这些国家老牌造车 是一个一个一个又的惊奇 他们觉得中国大陆怎么车子 会做到这么快 那其实就是说 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的 国内的车市是全世界竞争最激烈 所以它在全世界能够 在全世界最激烈的市场 已经经过磨练了 再跑到日本市场 再跑到美国市场 对它来讲是等于讲什么 职业球员跑去打业余赛 对 是它很轻松的 所以现在特斯拉的创办人 马斯克讲过一句话 他说中国车一定席卷全世界 唯一能够挡住中国车的 中国尤其电动车的 只有靠贸易保护主义 他是专家 他这样讲 非常讽刺 那西方报导 你要听西方报导你就完蛋了 西方报导说中国车 现在杀得不得了 一年今年会倒个十几家 二十家 这有什么稀奇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振亮 达平安 贤大使接文集 翟轩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国际事务专家赖月谦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邱国阵 是不是剩下来 目前在这个当官员的之中 唯一会讲大实话的人呢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520前 兵凶占围 所以民众党的委员就关切说 天然气的存量天数 结果邱英英跳出来说 哇这个是有国家机密 所以他阻止了这个中游董事长李顺青 来打寻天然气的存量 还剩下几天 那王美花的讲法是说 现在目前会提高存量的操作啦 那天然气的除草的确也需要增加 让台湾的安全除量可以更多 那被问到说 这个如果跟解放军打起来的话 我们要会打多久呢 这个邱国阵的说法是说 我们会奉陪到底啊 这是他昨天提到的 那打仗其实也是要有这个 足够的资源 足够的后勤 天然气能够撑多久 这当然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还有昨天有提到 就有媒体讲到 因为最近邱国阵一下子睡不好啊 一下子又说 解放军一定要插旗 五星旗到国防部啊 否则算白打 反正就是最近的这种 金句连连啊 然后这个炮火四射 就有媒体报导说 是不是总统府认为 邱国阵这个人是个自走炮啊 好像很难以控制 那这个问题就问到了邱国阵 结果邱国阵就讲说 嗯 这也没毛病啊 这是我讲的 他说我装甲兵出身 就是自走炮啊 他说没人跟我这样讲 我装甲兵出身啊 就好像是自走车辆 自走的炮啊 所以他也觉得说 这个我就是自走炮 如何呢 那总统府是赶紧出来否认说 没有没有 我们总统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讲法 那美国到底会不会协防台湾呢 邱国阵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回答 我们来听一下 你不希望说打到 打到一开始开始打 希望美国来帮忙吗 难道不会有这样的期待吗 我跟委员报告 我们尽量避免作战 但作战一起的话 任何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帮助 我们都热见 但我们不指望 美军在附近 日本啊哪里附近 如果要来帮忙台湾 最快多就是世界 不要 我没有指望 因为我没指望 我就不算时间 所以你想都不想就对了 我想都不想 国家里要讲问别人嘛 七点钟他没来 爽约准备 又不然好像约来看电影 所以 好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 他的讲法是说 我们不指望 这个美国来协防台湾 人家觉得挺矛盾的 因为 大家印象都是停留在 2019年那个时候 蔡英文告诉我们 这个台湾如果承受了 中国大陆的第一集 全世界会站出来啊 他讲的不是这样子吗 结果 邱国正讲出了大实话吗 就是 其实不见得可以指望 亮哥表达认同 所以亮哥咳嗽了 对 所以现在看起来 美国为首的国家 会有可能站出来吗 因为其实前一阵子 我们也听到 这个日本也没有说 这个台湾有事情 日本不见得会来帮忙 菲律宾也是在演练撤侨 这件事情 所以真的能够指望 这些国家站出来吗 还是 听听就好 因为乌克兰最后 也是自己打了那场仗 那再来我们看看 这个美国布局西太平洋 去年坠海酿成了巴斯 美国的寡妇制造机 今天在日本复飞了 这是昨天的一个消息 那这个是余音运输机 因为去年11月 就发生这个坠毁事件 所以全球的余音机都停飞 那现在目前 坠机的原因没有公布 可是呢 在冲绳县这边 美军的普天间机场 又开始恢复 余音运输机的飞行 那冲绳县的政府就批评说 这事故未明啊 原因都还没查清楚 怎么就复飞呢 这是在蛮干啊 那玉成丹尼更是说 无法接受 只获得这些说明就复飞 有意要求要撤销 这个复飞的指令 因为他们觉得说 还是人命关天啊 所以日本也有他们自己 不同的一些声音跟想法呀 那苏起提到了 美国在南海是虚张声势吗 他说的确 现在美国在一个转型的脆弱期 因为2020年在兰德公司 看到一份资料说 美国想要在日本 韩国澳洲 菲律宾这些地方来放飞弹 可以设大陆 结果他们得到的回应都是 No 就是这些国家全部都No 是不是也打脸了 我们刚刚讲到的蔡英文讲说 这些国家 很多国家通通都会站出来啊 结果你看放个飞弹 大家都说No 那看起来我们真的也是要像邱国正一样 不指望是比较正确的一个看法 另外看一下这个菲律宾总统 小马可是 在19号跟布林肯会面 要商议合作跟安全的事宜 他其实才刚建完消资 现在又要来建布林肯 也反映出来 现在南海的紧张 升温的一个态势 除此之外 我们看 这大陆的外交部回应了 他说要停止借外力来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这是在对小马可是喊话 汪文斌提到 他说愿继续与有关直接当事国 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面 通过谈判协商 来妥善处理这个涉海矛盾的分歧 那再来 现在目前中美的军事比拼 因为这个五代机的战机数量 现在大家来比一比 歼20从去年开始 以四条迈动的这个生产线 加快产量之后 现在目前专家估计 已经有大概300架了 成为全球第二大五代战机的机队 那美方呢 也赶快要这个F-35进入爆兵模式 以每年150架的惊人速度 全速产量量产 那现在说要展现 军事超级大国的实力 但是美国能不能用这样的速度成功达成 是一大问号 但是先喊话出来了 那的确 现在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就是有一点忌惮 我们前几天节目当中有提到轰20 在这次两会的时候 说轰20快要出现了 所以美国的防空司令 他们讲到说 我们看到解放军可能即将在 美国的识别区来活动 陆媒就分析了 他说会有这样的说法 其实蛮罕见的 代表轰20即将完成 与中共空中武力的进展 让美国的防卫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 就是说他们可能听到了轰20 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动作 还有美国的海军 在2025年的快级年度预算里面 很罕见的 就是说只要求采购6艘战舰 这也是近年来需求数量最少的记录 而且目前还有19艘船在退役的名单 那这样子的一个速度赶得上 他现在目前全球的这个军备的需求量 恐怕是不够的 美国的情报提到说 现在光是中国大陆的 极音速飞弹的发展 感觉已经把美国远远甩在后头了 因为这个目前 这个中国大陆拥有最大 高超音速飞弹的一个武器库 反观美国近几年 就是几次的试验都是失败的 所以看起来在这边这个领域里头 超高高超音速飞弹的研发 恐怕是跟这个中国大陆相比起来 研发受挫 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这个邱国正的大实话 不邱国正那个是因为 今夏海域被没收 台海中线被没收 所以他对国军 如果在第一时间 这个第一级到底是 要按照什么样的SOP 人家当然会问他 那他要做回应 那我们本来是说一定要对方攻击你才能够有反制的攻击 那因为现在的反应时间越来越短 比如说他越中线已经成为现实了 那前一阵子还有在距离台北大概一分钟的航程 那你怎么还会有时间 再等对方第一 对你攻击你才做回击 所以他就做了一些修正 不过我坦白讲 他修正这些也没有用 因为比如说歼20就是隐形战机 你看得到吗 轰20也是隐形 你看得到吗 中国大陆无人机立剑也是一密宗 你看得到吗 所以我坦白讲立法院在咨询第一级的定义要不要调整 我看立法院应该要进一步问 我们看得到逆宗了吗 现在中国大陆就已经有逆宗的利剑无人机 本身就已经在飞了 到底有没有进来我们也不知道 坦白讲对于这种讨论 我觉得就听听就好了 因为蔡英文讲话也从来没有兑现过 蔡英文2019年就公开讲过 那个时候佩洛西还没有来 所以中国大陆是没有越中线 他说你只要越中线我就强制驱离 蔡英文2019年就讲了 慈母守中线 那个是后来到了佩洛西的时候 结果佩洛西之后 动不动每一个礼拜都有越中线 那蔡英文那个强制驱离在哪里 慈母没底线 所以他还不止这样 他还动路角 那个佩洛西那次的围台军演 如果不是日本的防卫省 公布了那个导弹的弱点 你会知道吗 我们就想隐匿嘛 这个就是蔡英文政府的手法嘛 他2019年就说 岳中线我强制驱离 根本做不到啊 就每天吹牛嘛 然后还敢搞抗中保台 这么会吹牛 然后你看他说 我们希望美国为首的国家会站出来 他为什么要讲得那么抽象 你为什么不敢讲说 我们希望美国出兵 你为什么不讲具体一点 什么叫站出来啊 做国际谴责也是站出来啊 对 我可以想象 以美国为首的 包括日本啊 韩国啦 欧洲啦 很多国家都会谴责啊 那谴责有什么用 所以就是这种政府嘛 这就是民进党嘛 你一天到晚在搞抗中保台 那真的军事的对比扶上台面的时候 就每个人都开始躲嘛 都讲一些抽象的 跟现实落差很大的 那邱国正只是讲了部分的实话 事实上还有更赤裸裸的现实 你没有面对 比如说 我们没有听到立委去问邱国正呢 请问如果是隐形的战机 隐形的轰炸机 隐形的无人机 进入台湾境内 请问我们看得到吗 嗯 对不对 太难回答了 我们来问一下杰老师 这个邱毅宁事实上 他这个 妨碍了别的委员 知的权利 那这些委员在立法院咨询的时候 张奇凯问 对 是出于善意啊 他没有要泄露什么国家机密啊 张奇凯说 这个东西根本就是公开的规定 是 你这个 你这个有多少存量 这都是法定规定啊 对 那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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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电的董事长李顺青啊 他说 照规定 台湾的天然气安全存量是八天 对啊 对啊 规定就是这样写的啊 这什么国家机密 然后呢 他现在已经扩充到十一天 对啊 所以 这个 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所有委员 他咨询政府官员 他都有 都应该都有这个资的权利啊 那 我不晓得这个 这个丘益 他有什么权利 叫人家不要讲 然后他什么都是国家安全 就跟美国一样 跟美国人学啊 国家安全什么都没有 国家安全不是你一个人讲的算了 嗯 对不对 国家安全是要让大家 有知的权利才是国家安全 那我们就要来探讨 为什么丘益不准 不准人家讲 如果是 八十天的话 丘益会 会让人家 不让人家讲吗 对不对 可是问题就是只有八天啊 对不对 只有十一天啊 对 这就是民进党现在企图遮掩 就是说有一天台湾还陷入危机的时候 我们在家里洗烧洗澡水 可以烧几天 嗯 那就是八天嘛 撑不过两个礼拜 撑不过两个礼拜 你知道这个不是 这个根本不是国家机密 这个公开的秘密啊 这也不是秘密 大家都知道啊 对不对 你现在你全台湾到处修那个锄 你修那个锄器厂好了嘛 对不对 你现在比如说 现在中油的 在这个我们这个桃园的炼油厂附近 已经住满人了 附近过去是人烟缓汉制 现在附近都是人 台湾就这么大点地方 对 你要把战备的这些提到一个月好了 那你要多少的地啊 那要盖除气草啊 对不对 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 这个就是我们先天的弱势 那邱英英文为什么不让大家知道 他怕怎么样 老百姓知道真相以后呢 就更像希望两岸和平 就更希望这个台独政府 不要拿台湾老百姓的幸福 去那样子去怎么样 去挑衅大陆 去追求你自己那个 永远不会达到的 那个假的政治目标 把台湾推到战火 因为战火的话 不要战火 对方只要把我们这个 这个补给线 把我们封锁一下 八天 没有天然气啊 蔡英文的能源政策是什么 蔡英文政策 我们几乎一半的发电要靠天然气啊 到时候不但家里面烧菜没有天然气 烧热水没有天然气 电也没了 对 你请问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今天邱英应该去告诉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有答案吗 不是不把这件事情怕老百姓知道 还是什么国家机密 国家机密是你随便定的 所以这些人我觉得 这些权力的傲慢 从邱英这些人的嘴脸里面 就充分显现 他好 妨碍老百姓资的权利 就打着一个国家安全 他算老几嘛 好 来问赖老师 乌克兰跟北约的国家 有陆地上的接近 都连在一起 北约有31个国家 然后以美国为主 然后还有德国 法国 英国等 这些 他们的国防工业能力也都不弱 那俄罗斯就有一亿多人口 他面对几亿的 美国就三亿多了 再加上欧洲四亿多 加起来七八亿人口 那他的军队的数量 远远都超过俄罗斯 然后俄乌战争之后 你看北约整个组织 都不敢介入 而且当法国马克龙说 这个我们应该要进去 跟俄罗斯打仗啊 你看美国人跳出来说 我们没有要打仗 上上下下连北约秘书党都说 我们不会接触打仗 这代表什么 他们连俄罗斯都怕 一亿多人口的俄罗斯 中国大陆14亿人口 中国大陆目前的 整个国防的 整个国家的总力量 已经远远的超过俄罗斯 好几倍了 而且台湾是海岛型的 那台湾是海岛型 美国根本没办法介入 所以邱国际讲的是实话 也就是说第一个 没有一个国家会介入 包含美国在内 所以美国是在骗台湾人 说我对你的承诺坚坐盘石 但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 你做不到 你也不敢做 也没有一个国家敢做 这个就是苏起他 揭露出来的 也就是美国 他要韩国 日本 菲律宾等这些国家说 我的导弹放你这边 那为什么这些国家 说不要 你应该放你自己国家那边 为什么要放我这边 因为导弹放我这边 就是我挨轰 那我就会一定是第一时间 就被解放军的导弹攻击 那我就本身无端的 我就整个陷入了战火 而你为什么不放在 你美国这边 你要放在我这边 所以这些国家当然都拒绝 你看连放一个导弹都拒绝 还会说会介入台湾的战争 那简直是胡说八道 尤其是欺骗台湾的民众 邱国正讲了一个实话 但是刺痛了 民进党上上下下的人 民进党每个人都抓狂了 都受不了了 快崩溃了 那其实因为邱国正 告诉你全台湾的老百姓 说民进党在骗你们 因为美国 日本等所有的政客 他们只是一张嘴在骗你们 他们根本不敢进来 也不会进来 也绝对不可能进来 好 那我们再看 以目前美国 为什么海军 它的力量那么少 它只有四个造船厂 中国大陆有二十几个 我讲是军舰的造船厂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 美国的海军的造舰能力 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大陆 当然它的预算也不能编 因为根本 你生产制造的量根本不大 而且美国的海军部部长 到日本韩国去的时候 看起来也没成功 当然它的预算就编不下来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忙回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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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